OK啊 那么上面呢 我们就要去做这个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的话 首先你注意 用户中心的这三个页面 我们说如果用户没有登录之后 能不能访问 对吧 它是不能访问的 但我们现在写法的 就是只要我一敲地址 不管我登没登录 我一定能够进入这个页面 而这些页面 它是依赖于这个用户登录之后的 如果用户没有登录 是不能访问的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说 你可以呢 需要先进行这个登录的判断 就对应着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登录的装置器 那么我们现在呢 是使用将过啊 内置的这个认证系统 那么我们去记录登录状态的时候 是不是也调用它的 login这个函数记录登录状态 对吧 在将过本身啊 内置认证系统里面 我们让大家看了一个装置器 那么这个装置器呢 叫做login required的装置器啊 那么这个login required的装置器 它是干嘛的 它会给你有一个对应的介绍啊 你看到 告诉你怎么用 假如说你这边定义的是一个试图的 对吧 你如果要判断这个用户 有没有进行动作呢 你就直接从这个 contrib.order.decreate 这个模块里面导入这个装置器 然后呢 使用装置器对你的试图呢 进行的一个装置 对吧 装置完之后 哎 这个装置器到底是干嘛呢 它会告诉你 如果用户呢 没有登录 那么重定项到settings.login url 这个loginurl呢 其实settings里面的一个配置项啊 配置项 那么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啊 你看如果用户没有登录 则重定向到loginurl 并且将你当前访问的绝对路径 传递到查询的字符串里面啊 这个什么意思啊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你访问一个地址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登录 它会给你跳转到登录页面 然后并且在登录页面的后面呢 给你跟上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名字呢 叫做next啊 next等于的值就是你 访问的这个地址 是什么啊 你访问的地址 你你先访问的地址是什么 它给你跳转的时候 跳转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会把这个地址呢 给你跟在后面啊 那么 这个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 settings点login 你看一下它默认值是什么啊 点进来 找到这个settings点login啊 ok 回这啊 找到这个页面 看一下 loginuil 对应的这个东西呢 它是 默认 是这个 xclass login 对吧 xclass login啊 所以你知道这个值啊 它默认呢 就是你用户呢 你没有登录之后 它是应该跳转到这个xclass login啊 跳转完之后 我们说呢 它呢 就会把你之前 跳转之前访问那个地址呢 跟在这个next参数的后面啊 如果呢 用户呢 它呢 已经登录的话 它会执行后面对应的视图 对应的视图啊 这就是login required它的一个作用啊 它的一个作用 ok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作用啊 你知道它之后对吧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啊 我们 这里面呢 这几个页面呢 它是需要用户登录之后才能访问的 对吧 它登录之后才能访问的啊 用户中心 信息页 订单页 地址页 这几个呢 都是必须用户登录之后才能访问啊 但是访问 我们现在写的是视图环术吗 不是啊 我们写的不是视图环术 所以这个login required的这个装饰器呢 我们不能直接去用它啊 不能直接用它 那么不能直接去用它 我们就要想个办法 一定让它在执行之前呢 要先判断这个用户呢 有没有 登录啊 那么这一部分怎么做啊 看到我们这边 找到我们的这个 UILS 那么你一个地址过来之后 对应的是不是掉它 对应的是不是掉它 你掉的时候 那么我可不可以啊 在这里面 在这个模块里面 把我们的 Jungle.contribute.other.decorators 导入这个装饰器 函数 然后我在进UIL地址配置的时候 你本身你应该掉它的吧 你只要一掉它 就会显示这个注册页面 那我直接用我的login required的装饰器呢 把它 包一下 对吧 你首先 我们在这里面呢 直接把这个东西呢 把它 传入过来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到这边的时候 我是不是你这个地址对应的是不是相当于掉用的 我这个 哎 login required它的一个返回值 对吧 哎 我们相当于我们自己在这边去掉了一下 login required这个函数啊 那么掉它的时候 我们说它呢就会经过这么一个判断啊 如果你用户没有登录 它是不是不会掉这个函数 对吧 它不会掉这个函数啊 它会直接给你重定向到一个地址 如果你登录的话 是不是正常执行这个函数 对吧 那么我们把这边加完之后呢 我们试一下 你看一下行不行啊 找到我们这里面 我就直接在这里面 去敲我们的这个回车啊 回车之前 我先把上午的这个状态清掉啊 设置一下 直接把这个session ID呢 拿掉 OK 清除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 你直接防这个优的 OK 看一下 看到没有 注意啊 敲这个优的啊 现在你敲这个优的啊 你看这个 优的偶的这边 你一敲是不是就过来了 因为我们没在这边加这个东西啊 我们只是在 现在是在这个优的上面加啊 那么你敲优的的话 你在这边 你一敲这个优的 你一敲优的 好 你一回车 是不是马上跳软了 跳软哪一个地址 是不是 i comes login 然后呢 问一下后面 是不是跟一个参数 next 优的 是不是你 你访问之前 你访问这个地址 跟他后面了 对吧 这是我们这个过程啊 但是有了这个过程 这我们知道啊 我们这样做 确实可以判断这个用户呢 有没有登录 对不对 确实判断用户有没有登录 但他跳转这个地址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 让他跳转到我们项目的登录页面 是吧 但是他默认的是这个 i comes login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介绍 他是跳转到这个地址 对吧 跳转到login url指定的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 默认的就是我们这个 i comes login 那么我为了让他跳转到我项目的这个地址 我就需要在配置项里面的把这个配置项的重新给他做一个设置啊 找到这边 找到我们的这个settings 然后在下面的我重新要做一个设置 不使用他默认的配置啊 login url 那么我们应该跳的这个登录页面的就是我们的斜杠油在下面的 login啊 login 来这边 配置啊 我们的 哎 登录 url地址啊 登录 这个url 地址 好你把这个配置完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了啊 我当我把这个东西配置完之后 那么他就不再使用他默认的 不再使用他默认的 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现在直接还是去先访问这个user 哎我一回车 哎看没看到过来了 看掉 是不是过来了 过来之后呢 你看到哎是不是这个nest跟在后面了 是吧 跟在后面的话 是吧 我们说用户呢 他登录之后 直接在这里面哎 说这个用户名 然后呢 说这个密码 哎他一登录之后 那么他一点击登录 是不是发起一个请求 对吧 这个请求往哪发的 哎 看一下啊 这个你注意啊 我们说一点击登录的时候 你注意我们昨天特意强调了一下啊 在哪里面呢 login这个页面 那么action我们对应的写没写啊 对吧 哎你看到不是这个页面啊 下面这个啊 login这个页面 我们只设置了一个method 对吧 然后action没有写啊 我们说action没有写的时候 你点击啊 哎不设置啊 注意啊 不设置 不设置啊 不设置 哎表单的action时啊 不设置表单的action时 那么提交表单时 提交我们的表单时 那么他会像啊 哎会像 会像啊 会像我们的浏览器所在的这个地址呢 发起一个请求啊 会像浏览器地址栏中的地址 那么提交数据啊 提交数据 你注意这个啊 我们特意呢 在这边不留着的东西啊 如果呢 你不设置表单的action时 你提交表单时 他会像浏览器地址栏中的地址呢 进行一个数据的提交 那么你现在你看到 我们这个地址栏里面数据是谁 对吧 哎 就是用的login啊 然后呢 next用的 你点击 你输用户名 你点击到时候 你点击登录 他就会把这个数据呢 去提交到这个地址啊 去提交到这个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最终对应的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login view里面的post函数啊 找到这边 还是我们昨天的这个post函数 找到这边啊 也就是这个post函数 但这个在这post函数里面 不一样的是对吧 这一次提交的时候 在这个地址的后面呢 多跟了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应该是用户登录成功之后 你要跳转回去的那个地址啊 跳转回去的地址 所以呢 你就可以呢 在这里面呢 哎 交验用户名密码正确之后 对吧 记住用户的登录状态之后 我下面我要在这里面 获取登录后要跳转的地址啊 哎 获取哎 登录后 所要跳转的地址啊 登录后哎 所要跳转到的地址啊 所以跳转到的哎 地址 好 那么 在这里面呢 你看一下我们怎么去获取这个地址 哎 看一下啊 你注意啊 这里面 不是post啊 为何后面参数啊 通通都是在这个get里面啊 你只有表面post提交过来数据 是不是才在post里面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啊 直接呢 就是request点 get啊 点get 把这个东西拿起来啊 直接呢 就在我们这边 request 点 get啊 点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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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或许到这个值呢 就应该是我们登录之后 要跳转到这个地址 但是你要注意啊 我们给大家说 假如说用户呢 他直接访问你这个页面的时候 对吧 我不是通过某一个页面跳转过来 我直接访问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拿不拿到这个 哎 你点击T2的时候 你拿不拿到这个next的 对吧 你拿不到啊 拿不到 拿不到是我们说这个get上述返回的是谁 返回的是不no 对吧 哎返回的是no啊 但是呢 哎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返回no我在下面 我直接写这个东西 我直接写这个next url 他是不会报错 对吧 我们如果你拿不到这个地址的时候呢 他应该有一个默认的值 比如说没有这个next的 那用户呢 就需要默认去跳转到这个首页 所以呢 我们get后面 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个默认值 对吧 写上一个reverse 然后呢写上我们的goes mahaindex啊 反向解析帮我生成这样一个地址 我在这边呢去做一个设置啊 那么这个东西的目的呢 我们的get函数我们说 当你使用这个get呢 你获取到这个next的时候 对吧 如果有这个next的值 那么get函数的返回值呢 就会把next最应的值给你返回 对吧 如果呢获取不到next的值 这个get函数最终的返回值呢 是返回后面的这个默认的值啊 所以在这边我们设置啊 获取登录后所要跳转到的地址 那么哎 如果默认啊 就在这里面默认跳转到首页啊 就默认跳转到首页啊 跳转到首页啊 OK 那么最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跳转到 这个next的url 然后下面的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不需要呢去变了啊 对吧 只是在这里面 我们昨天写的是直接跳转到首页 现在我们要根据这个next呢 去做一个指定啊 去做一个指定 OK啊 那么这是这一部分啊 当我们把这个写完之后呢 我们下面呢就做一个尝试啊 看他能不能跳回去啊 首先在这里面输入这个 U的 好 你一敲回上 OK 跳过来了对吧 跳过来之后输这个用户名 下面呢再输这个 密码啊 输这个密码啊 输这个用户名输这个密码之后呢 我一点击登录 这个数据呢 是不是就往这个地址进行提交 对吧 往这个地址进行提交里面呢 我们最终拿到这个next之后 他呢你看 拿过来 回来没有 对吧 他没有 已经啊回到这个 U的啊 回到这个U的啊 OK 那么这一步呢 其实呢就是登录之后 页面的一个跳转啊 就是配合我们的这个 将狗本身的这个登录 装饰器啊 登录装饰器 OK 那么你像下面的这些东西呢 比如说这个订单页地址页 他也需要用户进行登录 对吧 我就可以呢 在这边写上 login required 啊 在这里面 把它 一包 啊 login required 在这里面呢 在 一包 对吧 还在一包啊 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之外呢 你下面你注意啊 我们刚刚呢是已经登录了 这个登录状态已经 已经记录了 所以呢你在这边 你敲这个address的时候 他应该一下就过来啊 回这 是不是一下就过来了 对吧 比如说我在这边我们把它清空啊 把他们的这个 哎 session依赖的session id 给他清掉 找到这边 把这个 清除 啊 清除了呢 我再去访问这个 user address啊 我一敲回车 好 回车 哎 这边是看到没有 是吧 过来了啊 next的地址就是他 那你在这里面 你输这个用户名 然后呢你再输这个 密码哎 你点击登录 登录成功中 看到没有 又回来了啊 这里面是我们的登录装饰器的配合 以及登录之后实现的一个跳转 还跳转回原来的那个页面啊 原来那个页面 OK